在决定换帅之前 波音曾想借测试星际客机飞船 来打一场翻身仗 但是事与愿违 这次豪赌依旧失败 飞船没有能够进入预定轨道 逃不过失利的阴影 那波音公司究竟怎么了 根据美国最初的设想 波音公司的这次测试 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将使美国重新获得 载人飞船的技术 摆脱对俄罗斯运载火箭的依赖 但如今却以失败告终 那么美国的载人航天梦 还能顺利实现吗 北京时间12月22号晚上 美国波音公司的载人飞船 星际客机降落在新墨西哥州的 美军白沙导弹靶场 作为美国新一代载人太空飞船 星际客机在12月20号发射升空 这次搭载了一名测试假人 首次进行轨道是非 根据原计划 这次试验将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向空间站运送270公斤补给和设备 并带回部分研究样品 最终于28号返回地球 但发射约一小时后 美国航空航天局发表声明说 由于软件错误 飞船在飞行中消耗了过多燃料 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无法按计划与空间站对接 只能提前打道回复 这次星际客机的试验虽然半途而废 但是波音公司仍然坚称试验没有失败 波音公司的官员表示 如果这次飞行搭载的是真人航天员 完全有机会以手动模式接管飞船 进而完成与空间站的对接 但无论波音公司如何辩解 这次测试飞行仍让美国民众大失所望 因为就在稍早前的11月4号 星际客机进行的测试中 返回舱的三个降落伞中 有一个没有打开 好 下面进入长江评论 来连线评论员秦真 秦先生 最近波音公司的载人飞船 星际客机连续两次测试 都出现了意外状况 没有完全取得成功 那这些情况说明了什么呢 那么现在这个美国突然说 要大国竞争了 要这个脱离俄罗斯了 完全把自己的技术捡起来 完全由本国的公司来完成这样的任务 那么委托给波音公司 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那么可能他们在人才 包括相关的一些技术储备上 我个人认为可能 至少他的工程经验是不足的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他很长时间不摸了 这是一方面 所以我们看 特别是波音公司 他出现的这些问题 我看实际上 严格说来 属于一些叫低级错误 你比如说降落伞 你有一个降落伞没有打开 那么这个就完全是控制的问题 波音说这个降落伞说 如果我要有人在上面 人可以给他人工打开 怎么样会有人在上面 就不会出问题等等 这还是一些借口 我觉得还是牵强的一些借口 不管是控制软件 和一些机械的部件 其实我觉得 现代的技术基础 比二三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 应该只强不弱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出问题 那么我觉得 肯定还是和他的 长时间的缺乏工程经验 包括这个私人公司的 投资的力度的不足 包括甚至于可能有管理方面 我们知道波音他737客机 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然而这个问题 我觉得主要出在管理方面 出在一些流程的控制方面 2011年4月 美国宣布航天飞机全部退役 自那以后 美国航天员前往国际空间站 就只能依赖俄罗斯的 联盟号飞船 美人的价格高达7000万美元 最近这些年 美俄矛盾不断 美国一些议员多次要求 停止租借联盟号的行为 但最终因为无法找到替代对象 迟迟无法实现 今年6月 美国正式宣布 将俄罗斯列入航天合作的黑名单 到2022年 美国将终止 与俄罗斯的航天合作 俄美认为 美国的禁令生效日期 不是随意规定的 俄将美国供应 RD-180火箭发动机的合同 到2022年结束 美国近年宣布 将在2020年 终止与俄罗斯的航天发射合作 那在这背后有怎样的考虑呢 俄罗斯因为乌克兰 因为克里米亚问题 和西方的关系 现在剑拔弩张 然后跟美国的关系也很糟糕 双方又是驱逐外交人员 又是各种各样的对立 美国也是使用各种方法 来孤立俄罗斯 在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说往这个 比如国际空间站 你补充人员 补充物资 你还需要依赖你的 现在跟你这么矛盾 很深的这种对手的 依赖他的这个飞船 那肯定美国 他是不愿意看到这样情况 导致他必须要把 这个载人航天这块 特别是运输 中间运输飞船这块 把这块技术 重新拿回来 重新由本国的公司来掌控 然后完全脱离俄罗斯 他这个时间节点 当然很微妙 因为一方面是 他向俄罗斯买的RD180 这个火箭发动机的合同 供货合同到2022年 也结束了 这个发动机 当然美国自己也有 很好的发动机企业 比如特里达因公司 但是这个据说 他如果要不买RD180 完全由特里达因公司 国产化的话 将花费很高昂的这种代价 可能一台发动机 是俄罗斯发动机 价格的好几倍 但是我估计他既然提出 这个时间节点 可能包括他本国的 特里达因公司的 相关的发动机 他也在研制过程当中 另外美国自己的 无论波音公司 还是太空技术探口公司的 这个相关的载人的飞船 载人的运输的工具的 这样的项目 可能到这个时间节点 也基本上他认为 有可能就是成熟了 这个质量可靠 完全过关了 可以付诸实际使用了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他提出来 到那个时间 他就完全和俄罗斯 相当于在这种 太空合作的这种关系上 完全脱开 这个是有他的 这种计划考量的 美国敢于宣布 与俄罗斯终止航天合作 背后的底气 是美国自己的航天发射 开始商业化运作 按照时间表 美国商业载人航天 本应在2018年夏天 就完成无人是非 2018年年底载人守航 但现实实验中 却意外频出 最近接连出现问题的 星际客机不用细说 美国另一家公司 SpaceX研发的载人龙飞船 在今年4月的测试中 出现严重爆炸 太空舱几乎完全摧毁 SpaceX宣布放弃维修 将重新设计新方案 秦先生我们看到 不仅是波音的 星际客机测试不顺 SpaceX公司的载人龙飞船 也出现爆炸事故 美国曾经第一个 实现了载人登月 那为什么现在在载人航天方面 反而波折不断呢 但是从目前的计划的推进来看 确确实实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这个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时期 虽然美国有很雄厚的 航天的技术的积累 但是在这个可以说 2011年这个航天 它航天飞机停飞之后 一直到现在 这个将近十年的时间 它在载人航天领域 重新要拿回这样的一些技术 哪怕是看起来比较低端的 因为我们知道 载人这个飞船 实际上比航天飞机 严格说它技术要低端一些 航天飞机是很高大上的一个 载人的这种航天器 美国现在想 重新把这个载人航天技术 拿回来捡起来 重新回到一个 世界上航天的一个领导的位置 特别是载人航天领域 那么实际上 不像想象的那样的容易 它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当然这个遇到困难 由此下结论 就是说美国的航天 完全技术是倒退的 完全是不行的 可能下这样的结论 我觉得也还是为时过早 因为美国它毕竟 还是有技术基础 而且它现在实际上 是处在一个很 微妙的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说它的有些体制 包括技术甚至在转换 比如说体制 它由原来的什么发射联盟 逐渐转成私人公司来承包 所以它处在一个新旧的技术的转换 和机制的转换 这样一个很微妙的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它出现的一些技术问题 我觉得可能还是可以理解 但是今后它是不是真的 这个技术有一些问题了 我觉得还需要后续的观察 可能2022年是一个节点 因为那个时候 它跟俄罗斯的 这个基本上要脱离了 完全要依赖自己的技术 那个时候是观察 它现在一切的这样的技术 到底成不成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 好 感谢秦先生带来的分析